大家好 我是小周 把这段视频送给所有在位梦想 一路奔波坚持不懈的你 喜欢此视频请点发转赞评论分享 还记得从小时候 我们天真的跟朋友家人诉说的 那遥不可及的梦想 可终有一天 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不再理解我们每天在做什么 他们不再理解我们的梦想 他们只能在电话里让我们保重身体 然后吹吹老去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直在抱怨的是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却不懂得反省反思 学不会感恩和坚持 那坚持是什么 坚持不是需求鼓励后的坚持 不是被人说服后的坚持 而是无论如何压碎了自己吞 流泪了自己擦摔了自己站起来 真正的坚持和别人永远发生不了关系 对吗 靠的是自己的每日擦拭 你不必逢人便说 请鼓励我 我可以的 我行的 我能坚持下去的 乃不是坚持 乃是乞讨 把这句话送给正在坚持中的你 朋友 加油 我们为什么要农历 那我们农历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想是为了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多的选择空间 是为了将来遇到心爱的姑娘 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她 我知道你很好 但他妈我也不差 朋友们 青春还有几年 有的人一辈子碌碌无为 而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弄力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我想分为有钱人和穷人 我想穷人有穷人的烦恼 有钱人同样也有有钱人的烦恼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一个有钱人呢 趁青春还在 趁爸妈未老 把这句话送给你 猪啊一辈子都离不开猪圈 狼却可以横行天下 朋友 加油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打败你和阻止你 能打败和阻止你的 是你的懒惰 一瞬间